花花 给妈妈十块钱 爸 你每天都问我要十块钱 你要十块钱干嘛呀 谢谢大家 猜猜我是谁 谁呀 爸 威儿姑娘 爸 你们终于回来了 爸 有没有想我呀 想 天天想 爸 那你有没有想我呢 想 爸爸天天想你们 好了好了 你看看你们 还跟小时候一样 小妹 咱们几个在爸面前呀 永远都是小孩子 是吧爸 嗯 是啊小妹 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呀 爸挺好的 小妹 你常年照顾咱爸 辛苦你了 大姐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照顾咱爸是我应该做的 小妹 我也想照顾咱爸 可是咱爸 他不愿意跟着我 所以就辛苦你了小妹 不辛苦 再说了 又不是你们不想照顾咱爸 等姐有钱了 要带咱爸好好出去逛一逛 吃好多好吃的 二妹 属你最孝顺了 哈哈哈 大姐 二姐 你们先陪咱爸 好好聊聊天 我呀 去给你们做饭去 小妹 我店里还有一堆事 等着我处理呢 姐就不吃饭了 坐一会就得走 小妹 姐也不吃饭了 姐坐一下就得走 店里还有个客户 等着要谈呢 爸 我这里有一万块钱 你拿着 想吃什么喝什么 就跟小妹说 让小妹去给你买 爸 我这里也有一万块钱 您也拿着 想吃什么喝什么 就跟小妹说 千万别舍不得花 我不要你们的钱 我有 这些都给 这些钱给你们 你们吃了饭再走吧 是啊 大姐 二姐 你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吃了饭 陪陪吧 再走吧 小妹 我也想呀 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呀 是啊小妹 我也没有时间 我也得走 什么叫没有时间 你们两个 一年又能回来几次 你们知不知道 爸他每天 盼星星盼月亮 就是期盼你们 能回来陪陪他 小妹 你也知道 我店里有多忙 那我总不能看到钱不赚吧 好 大姐 那你说 到底是挣钱重要 钱 你们眼里除了钱 还有什么呀 行了 我不想听你说话了 我先走了 小妹 我也先走了 把你们的货钱 把你们的臭钱 都给我拿走 以后 也不用再回来了 你们以为 爸在乎的 是你们那两个钱吗 最开始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 爸他每天问我要十块钱 是用来做什么 现在我才知道 爸是想用那些钱 来买你们的时间 爸现在 年纪这么大了 他最需要的 就是儿女的陪伴 而不是你们的那些钱 爸他现在 已经没有爱情了 他唯一能期盼的 就只有亲情了 可是你们呢 你们一天到晚 就知道挣钱 挣钱 你们以为给爸钱 就是孝水 可是给再多的钱 少了关怀 又有什么用呢 爸爸咱们姐妹三个 拉扯这么大 不容易 从小到大 都是爸爸 一直陪伴着我们 呵护我们 爸他现在老了 你们为什么 就不能像爸 当初对待我们一样 去对待他呢 爸他要的 其实比你们给的更简单 爸想要的 只是陪伴 而不是那些钱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们却不懂啊 爸 小妹 我们晚上不走了 我们一起留下来陪爸 爸 我也不走了 我们一起留下来 陪伴咱爸 好 爸 爸 你还等个傻 Zither Harp